PS4 Pro为什么不推荐买 第一 它只能玩PS4的游戏 PS5的游戏现在是越来越多 而且有很多游戏都不支持PS4版了 所以说PS4能玩的游戏 是一种被淘汰的一个状态 第二 PS4 Pro它最大只能支持4K30帧 PS5是4K60帧 第三点 PS5的手柄体验是很好的 PS4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 就算是PS4手柄 你要买新的原装的已经买不到了 很难买了 但PS5的手柄是很容易买得到的 还有PS4 Pro已经停产两年了 现在能买到的都是二手 就算你是买了PS4 Pro 用不了多久也是会升级到PS5的 你就不如买PS5或者等等PS5 Slim 还有一个PS4 Pro的声音是很大的 PS5也就是插光盘的时候声音是很大的 不插光盘是很安静的 PS5你跟别人跟朋友说我有PS5 你跟别人说我有PS4 那别人的对你的看法是不一样的